临江仙 寒柳 清 纳兰姓德 飞絮飞花何处逝 曾冰积雪 摧残 书书遗数 五更寒 爱他明月好 憔悴也相关 罪事凡思摇落后 转教人一春山 尖群梦断 续阴难 西风 多少恨 吹不散 没弯 临江仙寒柳 是清代词人纳兰姓德 写给王妻的悼念词 纳兰姓德的发妻卢氏 因难产妖王 卢氏死后 纳兰姓德追念不已 直到一年之后的冬季 在一个层冰鹅鹅 积雪千里的冬天凌晨 一夜未眠的纳兰姓德 看着院中枯枝萧条的柳树 想起王妻生前的衣容笑貌 如今已如柳絮般 不知随风消散到哪里 不由的悲从中来 创作了这首《临江仙寒柳》 《临江仙》唐教方曲 后用作词牌 为双吊小令 曾冰指厚厚之冰 书书 西书的样子 憔悴 瘦弱无力 颜色难看的样子 颜色憔悴 形容枯稿 观 这里是观切 关怀之意 最是 特别是 凡思 指柳絲的繁茂 春山 春日之山 又 春山山色如带 故介于女子之眉 或代指女子 这两句里的柳絲和春山 都暗喻女子的眉毛 这里指代王妻 尖群梦断 意思是 涉水相会的梦断了 尖群 见诗了衣群 这里是说 王妻已逝 即使梦已相见 可谓相思 大好梦一断 断梦难续 李商隐在柳枝瓷续中说 一男子偶遇柳枝姑娘 柳枝表示 三天后将涉水尖群来会 此词永柳 故用此典故 西风 从西方吹来的风 梅弯 弯弯的眉毛 这首词大意识 有絮羊花随风飘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是被厚厚的冰雪摧残了 五更十分夜蓝风寒 这株柳树也显得七冷消枢 皎洁的明月无丝普照 不论柳树是繁茂还是消枢 都一般关怀 最是在繁茂的柳丝摇落的时候 我更免不了回忆起当年的那个女子 梦里又见当年和她优惠的情景 但是好梦一断 断梦难续 虽将仇丝寄给西风 可是 再强劲的西风 也吹不散我眉间紧锁的不尽忧 下期我们一起欣赏 一首也是清代诗人的作品 正版桥的诗奇奥清清 水一弯 水一弯 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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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礼 千玭 百余 百破 四 um 百佢